HELLO 玩 漢妮好 我是翠翠 好久沒有拍一些實戰解說 最近都在拍什麼十大影片啊 這種有趣的題材 這一場是我跟皮皮兩個人雙拍 但是我們家艾莉好像一開始就掛機了 所以我只好先來下路幫她補兵線 我這場是用卡芬妮打野啦 那對面是有垮克 但是我一開始以為艾莉在幫握手藍 結果好像不是喔 那小地圖看到這邊艾莉終於往上靠了 我們家的隊友回來了 這邊我就沒有吃補包 想說留給盧蜜亞 那我就繼續來打藍區的時候發現 呃 垮克首三艾莉 原來艾莉不是回來 他是進入了電腦模式 安那跟隨 我很難過 這邊看到一隻垮克 我也沒有制裁希望他不要夾我的小野 他竟然真的沒有夾我的小野 那來上路幫忙一下 我們現在是4打5 需要 呃 欸沒有欸 這個艾莉直接當了一個幼兒衝出去 那我就只好在後面爽爽射囉 這裡還好我們家拉維爾過來了 這邊一個3打2 可不可以打死這個卡芬妮了 他好硬喔 我天啊 我被他射一槍也是殘血了 這邊塑清完兵線之後呢 我繼續 呃 我就直接回家了 哇 這樣有點太慘了吧 那我們下路是完全空城劑的狀態 而且我的紅好像被對面反了 一個頭兩個大 我就叫皮皮說 你要不要先去當一下凱撒路 皮皮都凱撒路 這邊呢 皮皮成功連到了索文 我一個浪費大招的收頭 再吃掉了這隻古龍 接著呢 我覺得那個草叢可能會有福洛倫 繞了一下路 率先當一下凱撒路 這邊皮皮直接暈到了福洛倫盧蜜亞一個大招之遠 成功讓我拿掉福洛倫的人頭 太開心了吧 開局就300 對我掛機還在300耶 好嗨喔 這裡來到中路 走進草叢皮皮一個精銳的溪 一個非常沒有雜念的滾 然後我在普攻 沒錯就是普攻 就是這麼無腦 再收掉圖倫的人頭 出到了我的大街打野工 那看到上路好像無時無刻都在開戰 我們家的愛里 喔 我們家愛里殺人了耶 我們家電腦愛里殺人了 欸搞不好他回來啦 不要這樣說 那這邊又有一個浪費大招被斷以後 直接很生氣的衝上去普攻 沒錯就是普攻 普攻就對了 這裡呢我再拿到一個雙殺 真的非常舒服 雙射手的點塔就是快 跟拉維有同心協力頂掉上路的塔 再來吃一下 喔 這邊放了兩倍速度 對 吃一下 我們家魔龍 那愛里還是人人待上路 而且那麼出去清兵線 應該還是電腦吧 呵呵 那我還滿驚訝的是 我們下路的塔 竟然一滴血都沒有掉耶 真的是奇蹟耶 這裡跟皮皮下路抓一下弗洛倫 皮皮直接暈到弗洛倫 我一個答答答答答 成功再拿掉弗洛倫的人頭喔 欸沒想到我們沒有凱撒路的狀態下 我們竟然是壓對面凱撒路耶 我看了什麼 不可思議耶 接著呢 我們就繼續的 對 入野推塔 對面完全沒有要來防守這座塔的嗎 我也是活得超級無敵舒服 那這個弗洛倫直接蒸發耶 我看了什麼 我現在是800的戰績 所以經濟應該是夠高的 這裡對面依然沒有人要回來嗎 該不會這樣就要結束遊戲了 這樣時間太短了 所以就決定撤退啦 繼續反一下對方的眼 那看到我們上路其實也是蠻慘的耶 我們上路一個人一個電腦 打輸了對面兩個人 所以呢 就趕快過去幫忙他們啦 這裡皮皮把我跟盧蜜亞 沒有 是只有我吸起來之後 直接進去一個普攻普攻普攻 對 普攻絕對不會有失誤 呵 這是一個低端新手的玩法 真是很按普攻 這裡呢 再抓一個 哇 我不太敢上前去 這邊我開啟了嗜血弓跟皮皮說 你不要吸我 我開了嗜血弓 最後成功再用普攻拿掉圖倫的人頭 欸 普攻立大功耶 真的是好無腦的卡芬妮喔 玩起來真的是有夠舒爽的 接著再快速刷一下自己的野區啦 這邊我們家愛里快樂跟夸克在上路玩 那我清完紅之後發現下路 有一隻卡芬妮上去射他 這裡全程普攻 我超怕自己失誤 所以全程普攻 這邊拉威爾射來一件 好險我傷害夠高 沒有讓他搶到頭 哈哈 沒有啦 反正都是射手 誰拿到頭 誰錢都高 都是好處 然後這邊皮皮一個精銳的暈到弗洛倫 欸 我現在傷害已經逆天高了耶 全程普攻拿到三連殺 這裡繼續清兵線 看有誰要來呢 這邊皮皮直接空到了對面的索文 我再一個普攻 真的是好快樂喔 我的天哪 再一個夸克繼續 其實我這邊點塔好像就贏了 但是我就是調皮啦 這裡開了一個嗜血弓 可是沒想到竟然被吸起來了 哇 這邊差一丟丟 這邊弗洛倫用車輪戰復活一個出來 繼續要打我 皮皮吸得非常關鍵 我根本也活下來 我活下來了 再開了兩個大炮 成功收掉弗洛倫 覺得超級精彩的 麻煩幫我點個讚喔 喔 好險喔 那我為了比較安全的打 我想要先推掉對面的內塔跟高地塔 太刺激了吧 我這邊一個1801的戰機 竟然還沒有死過 我自己都非常驚訝欸 這裡我想點塔 但是我有點鬧 所以我想說對面三隻都過來 趕快退喔 趕快先跑走 這邊再一個快速的刷對面野怪 接著來到了中路清一下冰線 再往對面的藍區靠 那這時候看到剛剛對面弗洛倫跟卡芬妮 我真的出現在下路 那等皮皮先進草叢 我轉了一圈 這邊大家注意看喔 我一個二技能過去要噴卡芬妮的時候 來看一下 我先按了二技能加速 一技能切槍 不小心點到了小兵劍 才安全頭 所以剛剛那一下第一下大炮 我是打到了靈鳥 非常可惡 那這邊有皮皮先打到卡芬妮的人頭 這邊絕命大逃亡 因為對面有三隻在追我 但是其實我事後發現 以我這個經濟量 一打三好像不是問題耶 我還有四血弓 這邊呢 喔 夸克 還好他勾歪了 嚇死我 這邊其實我真的是非常緊張 我一個有點失智 那拉維爾開了一個大招 成功打到對面圖倫 結果大家看一下 我切槍之後 又按了小兵 我按了小兵劍 所以剛剛那一槍爆擊在小兵身上 然後 讓圖倫殘血掏走 我真的是非常懊惱 好 我重放了十次 然後調慢了0.1倍 我才發現 喔 天啊 不過沒有關係 這邊皮皮把我們大家吸起來之後 成功反手暈到了這個卡芬妮 再一個大砲 成功收掉卡芬妮 這邊在圓圓的 我又在收掉了 弗洛倫 我現在好緊張喔 我一槍 我一槍打索文 打了九成的血 我的媽媽咪啊 這個圖倫 再一個 我又成功收掉圖倫欸 我這邊是不是 四連殺 我講話已經有點不清楚了 這邊再來一個 夸克是我的五連殺 你也勾太歪了吧 這邊直接 我就是想要殺夸克 沒有要點他的意思 結果被吸到 被吸到了 那 因為時間隔太久殺掉他 所以 沒有拿到五連殺 這邊 最後不小心 唯一死的這次 叫做被主爆打死 那還是贏得這場遊戲的勝利啦 這場輔助 他保我真的保得很好 我竟然打了我人生最高的五四九%輸出 那今天這部咖啡打野的影片就帶給大家囉 我是翠翠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